有民眾在深夜通報在集合市住宅 還聞到了濃濃的瓦斯味 結果警方挨著挨戶去找 找到這名住戶啊 但不是瓦斯漏氣 是榴槤蜜的味道 循著味道到達三樓後 發現更加的濃厚 消防隊員便全副武裝 敲十幾分鐘散發瓦斯會住戶的門 住戶都沒有回應 擔心住戶一氧化碳中毒 準備破門的時候 住戶終於把門打開 而消防隊員才找到來源 才發現原來是濃厚的瓦斯味 是來自放在桌上的一顆榴槤蜜 鬆一口氣的同時也很驚訝 榴槤蜜的味道竟然會這麼濃厚 以上是我們找到最新情形 主播